再叩首 三叩首 素 滚 慌什么慌 你 你是什么人 我是苏家的当家人武仪泰 你又是谁 你是武仪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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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认识我是谁 我为什么要认识你啊 我就是苏家的主子 苏济世 太可笑了 你要是苏老爷 那你怎么能不认识我 所以你不是武仪泰 武仪泰 已经在回云台镇的路上死了 胡说 死的那个人 是苏老爷 胡说 我没死 我还活着 我就是苏老爷 老爷 你们怎么了 快说话啊 快出来 大太太呢 家里发生什么事了 大太太 已经离世了 什么 你说你是苏老爷 我说你不是苏老爷 咱们俩这么争来争去 也不是个头 我看这样吧 既然你说你是苏老爷 那就让这苏家所有的人 都来认一认 看你是不是 如果他们说是你就是 如果他们说不是 那就请你出去 从哪里来 就回哪里去 你们出来 说话 家里怎么成这样了 说 老二 不要 不要问我 老三 老四 怎么了 怕什么 他又不是鬼 你们和老爷生活了二十多年 你们看一看 仔细地瞧一瞧 他是不是老爷 二太太 三太太 四太太 大少爷 说呀 看看他是不是老爷 你们说呀 难道不认识我了吗 谁敢违反家规 家法不容 全部都要去田井 全部都要去田井 三太太 在苏家您最明事里 您说说看 说说他是不是老爷 嗯 他不是祖老爷 他不是老爷 你 二太太 您说呢 不 他不是老爷 老爷已经死了 是 四太太 不是不是老爷 你 大少爷 他他不是我爹 他不是我爹 我爹早死了 快抓死你呗 把他抓起来 抓住他抓住他 你别动 放开我 犯了你们 放开我 快快快快 放开我 拉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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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啊 哇 我冷不停地看他一眼 我以为我见到鬼了 哎呦 可不是吗 这 这就奇了 人都死了 埋了 从哪儿出来的 从地里冒出来的呀 哎呦 那埋的 就不是他呗 这我还不知道吗 我就说嘛 真神了 怎么现在这个时候回来了呢 谁想到 这 这他现在回来了呢 哎呀 我一直觉得老爷没死 可我没想到 他能活着回来 他脸上有伤 衣服破成那样 肯定是被什么人截了 我早就说过吧 武姨太 是假的 老爷都不认识他 那他肯定是假的 可现在 假的变成了真的 真的变成了假的 世界上的事 不就是这么黑白颠倒吗 老爷一定气疯了 哎呀 吓死了 你说他怎么没死啊 哎呀 他怎么又回来了 哎呀 这老东西哪冒出来的啊 不会手玩吧 什么玩呢 不打这人一个啊 打死都不能认老爷 咱们的事太大了 这几年 我在 我在苏家黑的钱 跟永康钱庄赵老板 合伙放印子的钱 在乡下买宅子 买田 这哪一条罪 都死定了呀 天启灰景都够了 哎 我看他那样子 怕是心里早就有数了 你说 他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回来了 这大家都不认他 他气得眼睛都发绿了 人家都说了 一个人倒大霉的时候 就越发狠 你看他现在 可是够倒霉的 没办法 不认老爷 就只能认五仪太了 五仪太是真的 那老爷就是假的 五仪太是假的 那老爷就是真的 可谁敢认老爷呢 所以 五仪太 必须是真的 大少爷 你说刚才多吓人了 那个子涛 他敢当着真老爷的面 说自己真的就是五仪太 呦 他太大了 你说他就不怕 咱们合起伙来治他 我跟你说 这小娘子绝对是一个奇才 他就认定了 咱们苏家没有一个人敢认老 谁认了谁死 他看穿了 那就是 你说哪个没有一身的罪 现在 这个五仪太 真的谁也不敢惹他 这个叫子涛的姑娘 他太厉害了 呸 他厉害什么呀 都怪咱们苏家人 把事情做得太绝了 都被别人看穿了 连自己家老爷都不敢认 真是千古奇闻哪 真是奇啊 你说一个老头 是不是 他头部都呛呛成那样了 还那么大微薄 谁要是把他认了 那不得把咱们扔紧里面 可不就是了 那以后 我们可都不敢说 你太是假的了 那谁敢说 谁说了 谁不得死啊